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副篇三 挪亚亚伯拉罕如何听神的话顺服神 二 当神吩咐完挪亚之后 挪亚建造这个方舟用了多少年 在这一百二十年的日子里 挪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建方舟 搜集各样的活物 虽然说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不多 但是这一件事情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建这个方舟 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了当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 各样活物都能生存下来 所以 挪亚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在神毁灭这个世界之前 让各样活物都能生存下来做准备工作的 对于神来说 这是不是一件特别着急的事情 挪亚从神说话的口气当中 还有神吩咐的这件事情的实质上来看 能不能听出来神很着急 神的心意是急切的 好比说 告诉你们 瘟疫来了 外面都传染开了 你们当今的一件事情 是赶紧买粮食 买口罩 就这几样事 你们去办吧 听出什么意思了吗 这件事情急不急切呀 那等到什么时候办呢 用不用等到明年 后年 大后年呢 不用 这是当务之急 这是一件大事 什么事都先别办 先把这件事情料理好了 是不是听出这个意思来了 那对神有顺服的人 应该怎么做呢 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 什么事都不重要 神刚刚吩咐的这件事情 是神着急的 神心里着急的 神挂忌的这件事情 我们赶紧去落实 赶紧去做 做好之后再忙别的活 这叫顺服 你要是分析呢 瘟疫来了 要传染了 传染就传染呗 又不传染我们 等传染到再说 要买口罩粮食 口罩什么时候都有 戴不戴也无所谓 粮食现在还有 管那些干嘛 找什么急呀 等瘟疫临到了再说 手里的活还忙着呢 这是不是顺服 这叫什么 统称悖逆 具体说就是漫不经心 还有抗拒分析研究 在心里加以藐视 觉得这不可能 就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这样的态度 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 整体的状态 就是对待神话的态度 对待真理的态度 总是拖拖拉拉 漫不经心 大大呼呼 心里根本没当回事 觉得 你说的涉及真理 你讲的高的道 我们听听 赶紧记下来 别忘了 就你说的买粮食 买口罩这点事 不涉及真理 我们可以拒绝 可以在心里耻笑 也可以用漫不经心 置之不理的态度 去应对你 耳朵听听就行了 至于我心里怎么想 你不用管了 不关你的事 挪亚对待神的话 是这个态度吗 不是 从哪里看出 他不是这样呢 这事咱们得讲讲 你就知道 挪亚对待神的态度 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里有事实可以证明 在那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年代 任何事情都要凭人的双手去做 去达成的年代 做任何一样手工 都是很费力气 很花时间的 当挪亚听了神的托付 听了神所叙述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也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 他知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了 为什么要毁灭 人类太邪恶 都不相信神的话 甚至否认神的话 神艳增这个人类了 那神艳增这个人类 是一天两天了吗 是神一时兴起说 我今天不喜欢这个人类了 我要毁灭人类 你赶紧给我造个方舟 是这样吗 不是 挪亚聆听完神的话之后 她领会到了神的意思 神艳增这个人类 不是一天两天了 神急切地想毁灭这个人类 让人类重新开头 但是 神这一次不想再造另外一个人类 而是让挪亚有幸胜存下来 作为下一个时代的主人 人类的祖先 挪亚领会到神的这层意思之后 她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 神急切的心意 感觉到了神的那份急切 所以 当神说话的时候 她除了细心 仔细 认真的去听之外 她内心多了另外一样情绪 什么情绪呢 就是着急 这是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 在体会到造物主 急切心意的时候 该有的一种心情 所以 当神把造方舟的事 吩咐完之后 挪亚的心里在想什么 她在想 从今天开始 任何的事情 都没有造方舟这件事情大 任何的事情 都没有造方舟这件事情重要着急 我听到了造物主的心声 感觉到了造物主急切的心意 所以 我不能拖延时间 应当尽快将神所说的 所要的方舟建造起来 挪亚的态度是什么 不敢怠慢 她是怎么落实的 就是不拖延 她尽力地 尽快地 按神所说的 所吩咐的每一个细节 去做 去落实 没有一点 应付糊弄 总之 挪亚对造物主的吩咐 就是顺服的态度 不是漫不清新 不是心理抗拒 也不是爱搭不理 而是在记住每一个细节的同时 用心去体会造物主的心意 当她体会到了神极切心意的时候 她决定要加快步伐 尽快完成神所交代的这件事情 什么叫尽快 就是以前一个月能做完的活 现在尽量地缩短时间 可能提前三天五天就完成了 一点不拖拉 不往后推 所有的进度 尽量地往前赶 当然 在做各项工作的时候 也是尽力地减少损失 减少失误 尽量使所做的每一样工作 都不反攻 而且 每一样工作 每一样工序 都能按时完成 按时做好 保证质量 这就是不拖踏的实际表现 那这个不拖踏 是在什么前提下达到的 听了神的吩咐以后 是在这个前提背景下达到的 那挪亚为什么能达到不拖踏呢 有些人说 挪亚有真实的顺服 那她里面具备了什么 才能达到有这样真实的顺服呢 体贴神的心 对了 这叫有心呢 有心的人会体贴神的心 没心的人就是个空壳 是个大傻瓜 他不知道体贴神的心 他的心态是 神多着急我不管 我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反正我也没闲着 我也没偷懒 他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消极 一点不积极主动 就不是体贴神心的人了 他也不懂 怎么体贴神的心 那他有真实的信心吗 肯定没有 挪亚有体贴神的心 挪亚有真实的信心 所以她能把神的托付完成 所以说 对神的托付只是能接受 愿意出点力还不行 还得体贴神的心意 能尽上权力 尽上忠心才行 这就需要人里面得有良心 得有理智 这是人该有的 挪亚具备了 你们说 在那个年代 建造这么大的一个方舟 如果拖拖拉拉 不着急不着慌 一点工作效率都没有 这个方舟得建多少年 一百年能不能建完 可能得几代人不停地建 一方面建造方舟这个固定的物体 得多少年 另外 搜集养活各类活物 得多少年 这些活物容不容易搜集 都不容易 所以 所以 挪亚听完神的吩咐 明白了神急切的心意之后 她就感觉到 这件事情不容易 也并不简单 一定要按着神的意思 把它做好 把神给的这项托付完成好 让神满意 让神放心 让神工作的下一个步骤 能够顺利地进展 这就是挪亚的心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心 体贴神心意的心 从挪亚造方舟的表现上来看 挪亚绝对是大有信心的人 她对神的话一百年不疑惑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 她对神的信 对神的顺服 挪亚能绝对顺服 这个绝对顺服里面的细节是什么 就是体贴 你们有没有这份心 你们会讲道理 喊口号 但是你们不会实行 临到难处就落实不了了 谈论的时候说得挺明白 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有点难处就消极了 受点苦就发怨言了 就像撂挑子 如果十年八年没降下暴雨 就又消极了 又怀疑神了 如果又过了二十年 还没降下暴雨 会不会继续消极啊 挪亚造了一百多年方舟 没有消极 没有怀疑神 还继续造方舟 除了挪亚 谁能做到 你们都差在哪儿啊 不具备正常人性 不具备良心 对了 你们不具备 挪亚这样的人性品质 挪亚明白多少真理 哪有你们明白得多 你们听了太多的道 道成肉身的奥秘 神三部做工的内幕 神的经营计划 这些全人类最深 最高的奥秘 都让你们明白了 你们怎么还不具备 挪亚这样的人性 还做不到 挪亚能做到的呢 你们的信心 你们的人性 比挪亚差得太多了 可以说 你们没有真实的信心 也没有人性里 起码该具备的良心理智 你们虽然听得道多 外表上看明白真理 但是人性的品质 人的败坏性情 不是多听道 明白真理 立马就能改变的 这些事 如果不会分辨 人就觉得 自己比古代圣徒 差不了多少 我们现在 也在接受神的托付 也在听神亲口说话 神让我们做的 每一样事 我们也是认认真真的 记录 整理 大家在一起交通 然后计划 部署 落实 和这些古圣先贤 没什么区别呀 现在看区别大不大 区别太大了 主要是人性品质的区别 实行不出来 想爱神 也实行不出来 你们说 这样的人性 得差多少啊 得明白 具备多少真理 才能补足呢 刚才交通了 挪亚对神心意的体贴 这是他人性里 具备的一个宝贵的东西 还有一点是什么 挪亚听了神的话之后 他知道一个事实 也知道神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不是要简单地 建一个方舟 留个纪念 或者是建个游乐圣地 或者建一个大的建筑物 变成一个地标 不是这样 从神说的这个事件当中 挪亚得知一个事实 神验憎这个邪恶的人类 神定义要用洪水 灭掉这个人类 而下一个时代 要生存下来的人 要借着这个方舟 在洪水中得以获救 得以生存 那这个事实的主要事实 那这个事实的主要事件是什么 就是神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神要让挪亚造方舟 让它活下来 让各种活物留下来 而要灭掉这个人类 这是不是一个家废的主要事实 这不是一个家庭所事 这不是一个家庭所事 也不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族人的一个小事 而是涉及到一个大动作了 什么大动作呢 就是涉及到神的经营计划了 神要做一件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涉及到全人类 也涉及到神的经营 涉及到神对待人类的一个态度 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是挪亚在神托付他 这件事情的同时 获知的第三个信息 从神的说话当中 挪亚听到这件事情后 是什么态度 是相信还是怀疑 还是根本就不相信 相信 相信到什么程度 用什么事实来证明 他相信这件事情 他听到神的话就去实行 并且按照神的话造了方舟 这代表他对神话的态度 是相信的 这一系列的表现 从挪亚接受了神的托付之后 对这件事情的落实程度 实行程度 以至于到最后继承的事实上来看 挪亚对神所说的字字句句 都是绝对地相信 他为什么能绝对地相信 他怎么就不怀疑呢 他怎么就不分析 就不在心里研究这事呢 这涉及到什么了 对神的信心 对了 这就是挪亚对神有真实的信 所以 对于神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他不是简单地听一听 接受而已 而是从内心深处 能有真实的认识与相信 虽然神没有告诉他 洪水什么时间来 多少年以后来 有多大规模 神毁灭了这个世界之后又怎样 等等这些细节 但是 他相信神所说的已经是事实了 他对待神的话 不是像对待一个故事 一个传说 一种说法 一种文字那样 而是从内心深处 相信 确定 神要这么做 神定义要做成的事 没有人能改变 而人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对待神要做成的事情的态度 只有一个 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顺服神所吩咐的 配合好 神让人配合的就够了 这是挪亚的态度 正因为挪亚有了这样的态度 不分析 不研究 不怀疑 从内心深处相信 然后决定 配合神所要求的 神要做成的事实 最终才达成了 方舟被建造起来 各样活物被收留 而存活了下来 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挪亚再听到了 神说要用洪水灭掉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疑惑 不敢完全相信 因为没看到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这里面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那他建造方舟的心态 与信心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有所变化呢 什么变化呢 也可能在造方舟时 会偷工减料 不按照神要求的规格去做 不按照神所要求的 把各类活物都收留到方舟里 神说要一公一母 他说 有的有个母的就行了 有的找不着就算了 洪水灭世那事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呢 建造方舟 收留各类活物这一件大事 做了一百二十年 挪亚如果不具备 对神话真实的信 能不能坚持这一百二十年 绝对不能 外界的干扰 家人的各种怨言 对于一个不相信神所说的 是事实的人来说 这个事是很难完成的 更何况历经一百二十年 上次我问你们 这个时间长不长 大家都说长 我问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 最终问到十五天的时候 你们也没有人说能坚持 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你们这些人与挪亚相比 差得太远了 连挪亚一个鸡脚都不如 他信心的十分之一 你们都不具备 你们太可怜了 一方面你们的人性 人格太低 另一方面 你们对真理的追求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 所以你们对神产生不了 真实的信心 也没有真实的顺服 那为什么你们能坚持到现在 我交通的时候 你们还能坐在这儿听呢 你们就具备两方面 一方面 多数人还想做个好人 不想做坏人 想往好道上走 有这么点心智 有这么点好的意愿 另一方面 就是多数人都怕死 怕死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外面一有风吹草动 有些人尽本分就有点尽 等外面的事平静了 人就贪想安逸了 尽本分的尽也小多了 总体贴肉体 与挪亚真实的信相比 你们的这些表现 有没有点真实的信呢 没有 我看也是这样 就是有点信 也是小得可怜 都经不住试炼的检验 我从来不做工作安排 但是我常常听到 工作安排内容的前缀 有这样的话 现在各国形势严重混乱 世界潮流越来越邪恶 神要惩罚这个人类了 我们应该怎样达到 合格的尽本分 为神献上忠心 现在瘟疫越来越严重了 环境越来越恶劣 灾难越来越大 人都面临病痛 死亡的威胁 我们只有信神 来到神面前 多多祷告 才能避免瘟疫 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面临现在这样的形势 这样的环境 我们应该怎样 预备好善行 应该怎样装备真理 这是当务之急 今年的虫灾特别大 人类要面临饥荒 紧接着就面临强盗四起 社会不安定 所以信神的人 应该常常来到神面前 祷告 求神保守 要保持正常的教会生活 保持正常的灵生活 等等 前缀说完之后 下面就开始做具体的安排 历次的这些工作安排内容的前缀 对人的信心都起了及时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就纳闷了 工作安排如果不加上这些前缀说法 难道就落实不下去了吗 如果不加这些前缀 那工作安排就不是工作安排了吗 工作安排就没有理由发布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人信神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信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到底明不明白 神要做成的事实是什么 人应该怎样对待神所说的话 人应该怎样面对 造物主所要求的每一件事情 这是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按照挪亚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 我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配称得上是受造之物的 人不配来到神面前 按照神对待挪亚的态度 按照神选用挪亚的这个标准 现在的人对神的真实信心与顺服 能不能让神满意呢 差得太远了 人口口声声说信神 敬拜神 这个信与敬拜 在人身上所体现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对神的依靠 对神的索取 还有人类对神真真切切的悖逆 甚至人类对神所道成的肉身的藐视 这些能不能统统算为 是人类藐视真理 公然违背原则 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个实质 每次工作安排有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人的信心就大增 每次工作安排下达的时候 当人能领会工作安排的要求与意义 然后能按照工作安排去落实的时候 人认为自己的顺服又增加了一些 人有顺服了 但事实上 人的信心与真实的顺服到底有没有 如果拿挪亚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人这些所谓的信心与顺服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一种交易 哪能算得上什么信心与真实的顺服呢 这里面人所谓的真实的信心是什么 末世到了 希望神快点做事吧 我可太有福了 能赶上神灭掉这个世界 我能有幸生存下来 不受灭顶之灾的苦 神太好了 神太爱人了 神太伟大了 神太高台人了 神真是神啊 只有神能做这事 那所谓的真实的顺服呢 神说的都对 神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否则的话就落在灾难中了 就完了 谁也救不了你 真实的信心也不是信心 真实的顺服也不是顺服 都是骗人的 挪亚造方舟这件事情 现在世界上的人 是不是基本上都知道 但这里的内幕 有几个人知道呢 挪亚本人的真实信心与顺服 有几个人了解呢 神对挪亚的评价 又有谁知道 又有谁去关心呢 没人搭理这事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人不追求真理 不喜爱正面事物 上次讲完这两个人物的故事之后 有没有人再去圣经中 看看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故事的细节 你们听挪亚 亚伯拉罕和约伯这三个人物的故事时 有没有被感动 有 那你们羡不羡慕这三个人呢 想不想做他们这样的人 想 那他们的故事 还有他们的行为实质 他们对待神的态度 他们的信心与顺服 你们有没有细节地交通过 想做这样的人 从哪开始啊 约伯的故事 我很早就看 挪亚的故事 亚伯拉罕的故事 也了解一些 这三个人物的故事中 他们所表现的 神对他们所说的 所做的 还有他们的各种态度 我每次看的时候 每次在心里想的时候 我就感觉要流泪 受感动 那你们看的时候 受感动的点是什么 听了神的交通才知道 约伯受试炼的时候 他想到神在为他痛苦 他不想让神受苦 所以他才咒诅自己的生日 每次看到这的时候 就觉得约伯特别体贴神心意 就挺受感动的 还有什么 想到挪亚在造方舟期间 历经了很多磨难 但他依然能够体贴神的心意 还有亚伯拉罕 他一百岁的时候 得到一个孩子 满心的高兴欢喜 但当神要求他献出孩子时 他还能听话顺服 而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没有挪亚 亚伯拉罕的人性 良心理智 看到他们的故事 就挺佩服 他们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上次神交通的时候 说挪亚为了造方舟 能坚持一百二十年 他对神所吩咐的事情 是不差分毫的完成 他没有辜负神的期望 在对照我们对待本分的态度 没有一点持之以恒的态度 心里受责备 也受感动 都受感动 是吧 这个话题先不交通 等交通完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后 咱们再交流交流 我告诉你们 我受感动的地方在哪 看看咱们受感动的点 一不一样 刚才交通到 挪亚对神真实的信 从挪亚造方舟 这个继承的事实上 已经看到 他对神真实的信了 挪亚真实的信 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 一个心思意念 还有他对待神 吩咐他所做事情的态度上 这就足以看到 挪亚对神真实的信 这个信 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 是没有掺杂的 神让他所做的 不管合不合他的观念 不管是不是 他生活中计划要做的 也不管 与他的生活内容 有什么冲突 更不管做这件事情的难度 有多大 他唯一的态度 就是接受 顺服 落实 最终从事实上来看 挪亚所建造的方舟 救活了各样活物 也救活了自己一家人 当神将洪水降下来 开始毁灭这个人类的时候 方舟承载着挪亚一家人 与各类活物 漂在水上 神毁灭这个世界 降了四十天的大雨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 和进入方舟的 各类活物 生存下来之外 其余所有的人和活物 都被毁灭了 这个事实 让人看到了什么 因着挪亚有真实的信 对神有真实的顺服 也就是通过挪亚 与神的真实配合 使神所要做的 如愿以偿 变成了现实 这是神看中挪亚的地方 他没让神失望 他不负神的重托 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 挪亚能完成神的托付 一方面是因着神的吩咐 另一方面 主要是因着挪亚本人 真实的信 与对神绝对的顺服 正是因着挪亚具备了 这两样最可贵的东西 他成了神所爱的人 也正是挪亚具备了 真实的信心 具备了绝对的顺服 他才能成为 在神眼中 应该存活下来的人 也是配存活下来的人 而除了挪亚之外 其他的人 都是神艳增的对象 言外之意 他们都是不配活在 神所造的万物中间的角色 通过挪亚造方舟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一方面 看到挪亚身上高贵的人性品质 他有良心 有理智 另一方面 看到他对神真实的信 真实的顺服 这些都是值得人效法的 正是因为挪亚对待神的托付 有这样的信与顺服 挪亚成了神眼中 所喜爱的对象 成了神所爱的受造之物 这是一件有幸的事 也是一件有福的事 这样的人才配活在神的面光之中 在神看 才是配活着的人 配活着的人是什么概念 就是配享受神所赐给人类的 一切可享受之物 配活在神的面光之中 配接受神祝福应许的人 这样的人 是神喜爱的人 是真正的受造人类 是神所要得着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